由知名作曲家陈淑熙老师 指挥管弦乐 国乐 原住民合唱团近300人的乐团 共同演奏他为演艺厅所创作的 庆祝2015屏东演艺厅诞生乐曲 献给屏东演艺厅 优美的乐曲 令现场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合唱的美音更是打动人心 县长潘孟安表示 为迎接新的一年 县佛以音乐与采接和献民一同见证 屏东县演艺厅屏地而起的过程 期待演艺厅正式启用后 成为扮演南台湾艺文发展的重要推手 今天这一顿 追踪美轮美饭的大楼 在这边平地而起 我们期待他未来不但是屏东的艺文展演中心 更是我们南台湾 由南到北的非常重要的艺文表演的一个中心 给政治推动的推手 所以今天在上位启用之前 我们特别庆祝他的诞生 也在为我们12月31号 在迎接新的一年当中内 开启了这样的一个训组 热闹的采接队伍从演艺厅出发 包括建国中学 台中光华高宫 台南嘉琪女中 高雄树的家商 三星家商 屏东女中乐仪齐队 海军官校 古号乐队及马家国中 泰武国中森巴谷队等等 大阵仗的乐仪队采接游行在屏东难得一见 吸引大批民众参观 很难得 在我们屏东地区的话 有这一种这样子音乐型的 艺文的活动 非常的棒 蛮期待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 有我们屏东市民 县民都很 假日可以参加啦 就是屏东县的一个活动内容 不是说不用往外线市跑这样子 对 所以希望可以常举办 县府表示 百人合奏 千人采接 屏东发声活动 使屏东街头充满跨年的气氛 接着31日的跨年采接嘉年怀以及晚会 将安排精彩节目 陪伴民众告别2014 迎接充满希望的2015年 欢迎民众共享盛举 屏东新闻 张如云 刘建荣 采访报道